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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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谐音的方法继承 撕移 所以 数字四一对应的编码是 撕移 将入门 转化为 将军走进门 问熟存 则转化成 问书存放在哪儿 将上堂 转化为 将军走上讲堂 最后 一句 声必定上扬 最后 一句 声必扬 转化成 声音必定上扬 转化成 声音必定上扬 最后 我们把这几个画面串联起来 撕移请将军走进门 将军问他 书存放在哪儿 接着 将军走上讲堂 因为 这样说话 声音必定上扬 你们都学会了吗 一起来复习一下 首先 看到这位撕移 我们可以立马想到 数字四一 四一 请将军走进门 将军问 书存放在哪儿 从而想到 将入门 问熟存 接着 将军走上讲堂 因为 这样说话 声音必定上扬 进而想到 将上堂 声必扬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 尝试回顾一下 刚才所记的内容 四十一 将入门 问熟存 将上堂 声必扬 怎么样 这样是不是轻轻松松 就记住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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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